如果要说哪一款电脑处理器是现今当下的最佳游戏处理器 我觉得当初 AMD 的 Ryzen 7700X 3D 这一点应该不少人还是认同的吧 凭借着独特的 3D V-Cache 风装技术所带来的大容量 L3 缓存规格 让它在不少游戏表现中都展现出非常卓越的性能 甚至用隔壁 Intel 的旗舰处理器 i9-14900K 也能够在部分游戏中达到更加出色的性能表现 但作为 3D V-Cache 风装技术的这款处理器 有一个较大的痛点 那就是无法通过调整倍频的方式来进行常规的超频 使得习惯了 AMD 加传统超频体验特性的玩家来说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 不过其实 7800X 3D 也并非是不能超频的 不然这期视频也不会出来了对吗 那又是什么方法呢 说到这里我想很多人也应该会一口头说的说 超外频 没错那就是在 BIOS 内进行外频调整的方式来达到频率的提升 只不过调整外频的超频稳定性较难控制 加上或许也会造成其他连接主板的设备出现不稳定的问题 所以这类的超频方式我是比较不推荐的 也并不是本次节目所使用的方法 而在我和各位分享我的超频方法前 先给大家展示前后对比的性能差异好了 这是 7800X 3D 在 CS2 里超频前后的性能差异对比 可以看到右边的帧数对比左边有着5%的性能提升 同时也可以看到频率提升了0.25GHz 那这一个 7800X 3D 的超频究竟是怎样达成的呢 现在就来给各位好好分享了 其实玩过Ryzer 系列处理器好长一段时间的玩家 说不定其实就知道我是用了什么方法 而这个方法早在我过去的视频也分享过 那就是来自 WAX 开发出来的 Hydra 超频软件 但这一次的这个 Hydra 超频软件 早已经经过了非常多次的版本更新迭代了 和过去我所介绍的版本已经截然不同 不仅只是 10 件式架构的Ryzer 系列处理器 也添加了非常多的功能特性 同时也新增了一些超频的玩法 并且使用操作也更为简单 只可及目前 Hydra 较新的版本都只限制付费订阅用户下载 不过我也准备了一个福利给大家 那就是把我最新下载到的 1.6D Pro 和 1.6 E Pro 分享给各位 这可是我成为付费订阅用户所换来的 因此和你们要一个赞和分享应该是不过分的吧 此外 由于 Hydra 这个软件能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而除了 Ryzer 系列 CPU 超频外 还支持 N 卡的 RTS 显卡超频 以及记忆体内存超频调校 甚至是类似华硕主板 Dynamic OC 取决功能的 Hybrid OC 但这一次还是想要着重在 780X 3D 的超频体验上 因此其他功能我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那么废话不多说 马上来给各位分享如何简单的操作 在你安装好 Hydra 并点击开启后 软件会提示你选择相关检测软件的存放位置 如果不打算使用 Hydra 进行稳定性检测可以忽略跳过 这里给各位演示的是 Hydra 1.6D Pro 版本 而非近期刚更新的 1.6 E Pro 原因是在我使用 1.6 E Pro 似乎会出现错误的 bug 在 OneOS MERS 的讨论区内也有不少人略过类似的情况 因此实际演示的则是采用上一版的 1.6D Pro 打开软件后点击 Scan 进行扫描检测 然后点击最左边的 CPU Dental State 接着就可以看到在左边的 Search Core AMD CO 功能是已经打开的了 而它就是相等于 AMD PBO2 的 Core Optimizer 的设置功能 其他功能则是由于 S&D 系列处理器的特性无法开启使用 然后在右上角的 Dental State Preset 可以看到扫描的预设 默认是 Super Heavy 模式 扫描的时间会更久 但同时最终结果的体验也会更加稳定一些 这一次为了方便演示 所以就使用了 Heavy 模式进行扫描 一切就细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打勾图标开始扫描检测 Heavy 模式一般是需要用上5-8 小时左右 而 Super Heavy 模式则是需要10 小时以上 因此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在晚上入睡前进行扫描 隔天早上睡醒一般就差不多完成了 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扫描检测后 最终会列出每个核心的 CPPP 锡值 与对应的 CO 曲线值 同时也会列出这个 CPU 的体质表现 而这边我要说明的是这个 CO 曲线值 和我们在主板 BIOS 内需要填写的曲线值是不对等的 因此无法照搬过去 同时也不需要额外手动输入 BIOS 的 PBO2 曲线 只需要通过软件开启 Hydra 的 PBO2 功能即可 开启的方法很简单 切换到 Hydra 下方的 AMD PBO2 页面中 点击右边图标框上最上方的图标即可 这时候 Hydra 就已经开启了 PBO2 的曲线超频模式了 最后也不要忘了在设置中开启开启自动打开 Hydra 软件 那么一切就完成了 操作就是那么的简单 也不用过于担心操作失误的问题 就是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来完成 既然已经完成了超频 也是时候来看看它带来多少的提升了 首先是进行 Cinebench 3 件套的理论性能跑分 在 Cinebench R20 的跑分中 打开 Hydra PBO2 模式的 7800X 3D 所跑出来的分数 对比默认自动 PBO下 单核跑分提升了百分之5 多核跑分则是提升了百分之2.5 在 Cinebench R23 中 单核跑分则是提升了百分之4 多核跑分提升了百分之2.8 最后在最新的 Cinebench 2024 中 单核跑分提升了百分之4.7 多核跑分则是提升了百分之2 如此看来基本上不论是单核还是多核性能 都有着稳定的实际性能提升 不仅如此 我也统计了这几个跑分场景下的功耗表现 最终在三个跑分场景一共6项测试中 功耗表现基本可以说是完全一致 甚至还会出现开启 Hydra PBO 模式后 在多核跑分会略低于默认的自动 PBO 模式 因此这个模式的超频性能提升算是实打实的 并非是用更多的功耗来换取性能 但毕竟买7800X3D的用户主要还是用来打游戏用的 所以游戏性能表现才是最关键的 在开始进行实际游戏性能对比前 先来看看3DMark CPU Profile 的跑分对比情况 从最终的跑分结果来看 单线程的得分提升了百分之4.2 反倒是最大线程的得分提升了百分之5.7 而其他线程数量的得分差异我就不多说明 直接贴出来对比给各位方便参考 最后来看看实际的游戏性能表现 这里我挑选了三款不同面向的网游来进行测试 分别是CS2 Dota 2 以及绝地球神 PUBG 首先在CS2高画质设定中 1080P分辨率测试下开启 Hydra PPO2 的 7800X3D 平均帧数和1%落帧都提升了3% 同时游戏时的功耗表现基本一致 频率则是从4.825GHz提升到了5.05GHz 前往到1440P分辨率测试下 平均帧则是提升了2.5% 1%落帧则是几乎一致 功耗和频率表现基本和1080P分辨率的测试是相同的 然后是被誉为X3D最佳表现游戏 Dota 2 在最佳画质设定1080P分辨率下 平均帧表现提升2.5% 1%落帧表现一致 频率从4.8GHz提升到5.05GHz 功耗表现则是一致的 切换到1440P分辨率则有与Dota 2游戏本身的特性 帧数表现均和1080P基本一致 因此我就不多赘述 大家参考看看就好 最后是绝地球神 PUBG 画质采用三极支画质 在1080P分辨率下 平均帧数提升了4% 1%落帧提升了5% 功耗与频率表现和前面两款游戏相同 都是频率提升0.25GHz 功耗表现基本一致 切换到1440P也是如此 平均帧和1%落帧均提升5% 功耗表现也是完全一致的 频率也是从4.8GHz3-5.05GHz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 实际操编后所获得的收益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多 主要愿意是使用Hydro软件进行扫描后 填入的曲线时 还是会以最稳定为优先考虑 因此曲线值一般不会给的特别激进 主打一个稳定 而用户也可以在AMDPPO2的页面中 手动调整每个核心的曲线值 来获得更加激进的性能提升效果 当然相对应的就是得付出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了 而我这里碍于篇幅的问题 就不给各位进行这部分的尝试了 回到780X3D的超频体验 考虑到S3D系列CPU本身的手动超频门槛就较高 能够以如此操作简单 且使用还算蛮稳定的方式进行超频 哪怕提升幅度最多只有5% 我个人觉得还算是挺不错的 更何况最终的超频结果并不是用功耗所换来的 因此在不增加功耗下能有5%的实际性能提升 我觉得这部分已经很不错了 视频的最后想来和各位说一说 其实这款Hydra超频软件还有非常多能够与各位分享的功能 只是碍于篇幅和我个人体验其他功能的经验尚未不足 暂时就不和各位分享太多 但如果本次的视频反响足够热烈 我会认真考虑深花这款软件的其他功能体验 除此之外 接下来也会有更多关于Ryzen 7800X3D的相关内容 不想错过的朋友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喜欢这些影片也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我今天的节目都到此为止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只是碍于篇幅和我个人体验其他功能的新演战位不足 但如果本次视频的反响足够热烈 我会认真考虑深挖这款软件和 凌门一角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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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